HELLO 歡迎收看樂知者 今天又分享一個新的零件 夏普的GP系列感測器 那我們今天特別挑的是感測距離在20-150公分的這一款 它的外型可能會讓你聯想到超聲波感測器 那它跟超聲波感測器的運作原理非常不一樣 超聲波主要利用的是訊號發射出去跟接收之間這一段的時間差 時間的這個因素去乘上聲音在介質 比方說空氣中的聲速這樣去換算出距離 就時間乘上速度等於距離 夏普的感測器它用的是利用回傳訊號的時候 它直接幫你轉換成對應的類比的電壓 比方說電壓越高的時候 那距離越近 那電壓越小的時候代表距離越遠 那我們在使用Arduino的時候 只要能夠用類比讀取的方式 去抓到說現在回傳的直接的電壓是多少 然後根據它這個Spec所定下的一個table 我們去對查表就可以知道說現在這個距離是多少 接著我們看它的方塊圖 那這個零件它內部的線路其實主要就是利用一個叫PSD Position Sensitive Detector 這個東西來做一個接收訊號 那它主要接收訊號是利用紅外線 紅外線的反射 所以呢它接到訊號之後經過電壓的處理之後 然後最終以一個VO的方式輸出 所以它總共用到三隻腳 一個是GND 然後以及電源VCC 還有它輸出給Arduino的VO腳位 接著我們來看原廠所提供的一個數據表 你可以看得到我們在它上面橫軸是一個距離 單位是公分 那縱軸Y軸是一個電壓的值 那它這個零件的特色它會產生一個曲線圖 在0到20公分這一段 其實它的方向跟20公分以上是剛好顛倒的 一個是上升一個是下降 通常我們會建議用的是線性的那一段 那如果沒有線性的那一段至少 方向上它是一個要乘正比或乘翻比的一個趨勢 20公分右邊的這一段 也就是說從最高點 大概2.7伏特下降到0.5伏特的這一段 那接著呢我們如果要用寫程式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去查表 去想辦法把右邊這一個向下凹的這個曲線 把它給逼近或近似做出來 那這個圖上面它有說 基本上紅外線的感測 所以它是用測試的方式用白紙跟一些灰色的紙 那你可以看得到它有說到它這個東西的差異性 其實你看虛線跟實線的差異不會太大 暗色的效果來看的話白色的紙是比較好的 黑色會最差 因為黑色會吸收紅外線 用Excel來去做一個填表 然後去把趨勢線給做出來 那我們一樣先在Excel開個檔案之後 先把兩個欄位給填進去 第一個欄位是電壓 再來是距離 那跟剛剛不一樣的是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程式的系統的規劃 那輸入的來源通常就是所謂的電壓 對Arduino來講就是它得到的是 從analog讀到的電壓 所以我們的輸入會是 橫軸會是一個V 那縱軸會是D Distance 那我們把每一個上面之前的那個表格上面的點 把它大概找出來之後把它填下來 那你們看得到電壓是越來越低 然後距離剛好顛倒 那這樣子我們接下來呢就去所謂的 XY散佈圖裡面 利用Excel裡面的這個圖表的功能散佈圖 我們Skater我們把這個圖給連出來 看一下它的趨勢 所以對著這一條線 點右鍵看趨勢線 在趨勢線裡面 我們可以找到哪幾種方法來逼近它 一個是多項式 另外一個是密或沉密 這兩種方式 那你自己去調整它的參數 有沒有最接近這一條線 那你就看到它的上面有點點的虛線 跟我們原本散佈圖那個線 兩個有沒有越來越重合逼近 那如果你找到一個你覺得OK的 那你就把這個線 這個公式把它輸出出來 這個公式 那比方說像 最終如果我們用密的這一個來看的話 它就是會出來一個Y等於60.56X 然後X的-1.19次方這樣子 於是呢等一下我們就利用這個公式把它寫進我們的程式裡面 那這一個程式非常的簡單 用不到任何的函式庫 純粹利用AnalogRead 還有一些四則運算數學就可以做出來了 說明一下 第一個是第八行這邊 AnalogRead的值 在一般Arduino像Uno的話 我們的最高電壓是5伏特 那5伏特它對應到的值是1024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要將任何的電壓做轉換的話 就必須將我們的電壓乘上5之後 再去除上1024 就是用0.0048把這一個值 去乘上我們的類比讀值就可以了 第十行這邊有一個語法叫做POW POW意思數學裡面的次方 所以原本我們是在剛剛XL裡面 插表是60.56乘上X的-1.19次方 POW裡面有兩個參數 第一個 逗號左邊的Vault代表的是X 逗號的右邊代表你要的次方 那你會看到下面12行這邊 老師這邊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說剛剛用的是多向式的話 你也可以用多向式的方式來表示 比方說像17.449乘上Vault的四次方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來表示等等 那你自己就利用不同的公式去優化你的一個距離感測的效果 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